大爱全球新闻 动不动血管阻塞这种疾病您能够想象吗 10月13号是世界血栓日 血栓是指血管阻塞不通严重可能导致死亡 一名才32岁的顾先生就罹患了这种家族遗传疾病 全身多处从头到脚都曾发生过血管阻塞 连头痛都是脑血管突然阻塞了 32岁的顾先生虽然瘦了点看起来很健康 很难想象他长期饱受病痛折磨 17岁开始发病 接下来这15年的期间 全身多处从头到脚都发生血栓 也就是血管阻塞不通 抗凝血煤切法它引起了就是血液里面的变化 引起了这个过高凝血栓大概算比较强的 所以到处都会有 下肢生存静脉阻塞肺酸塞肾脏酸塞皮静脉阻塞等等 甚至两个月前突然头疼送进急诊才知道脑部血管阻塞 身体像不定时炸弹 只能长期使用抗凝血剂 预防不正常血栓形成 生命边缘的一种挣扎 那还好就是遇到很好的医师 他懂得来做那个 非常的一种危机处理 去适应他吃药打针 其实这个到现在30几岁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件很 其中平常的事情 选择面对不逃避 虽然这种疾病没办法痊愈 顾先生鼓励病友不要放弃 积极接受证疗 可以跟正常人一样过日子 大约新闻黄子林旺光辉 彰化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